欢迎收看富贾天下 今天就AIPC的部分 这边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领头羊 昨天晚上这个ADR 它还是做一个修正 除了ADR做一个修正以外 台积的ADR做一个修正以外 还有就是挥打的部分 也在做一个涨多 在那边做一个震荡 盘中还闪崩了大概6% 其实这是因为它准备 就是在这几天 明天跟下个礼拜 它就会变成一拆时 就是从1200到120块钱 其实这个会造成一个现象 短线上它会稍微涨一下下 然后又开始跌 因为前面有的 不管是谁 手中可能买了一股 回答1200块 然后变成10股120块 它一定会想要卖几张出去 所以变成说你回答 未来的一个礼拜 卖AI就会比较大 它就会造成台湾AI的个股 或者是台积电的部分做一个回答 那以今天来讲的话 也是有这个现象 今天非常非常明显 这个全部的类股里面 就只有电子股在下滑 营建股往上拉 金融股也拉 就只要是非电子股的都在动 这个是很奇怪 今天在节前 就这个Computex 这个黄仁勋 他准备就是吃完饭 准备要回去的时候 今天突然电子股一整个完全熄火 这个其实是不太好 不太好 因为过去几天发生了蛮多事情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只有 一直在focus在 这个黄执行长到哪里去吃饭 或者是跟谁聊了什么天 可是这个个股的变化 非常非常大 比如说 这几天其实比较重的 在齐鸿身上 因为前面 昨天我也跟你讲过 前两天也跟你讲过 这个散热模组 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但是它就是没有列在 这个所谓的概念股里面 然后开始跌 但是它不是这两天跌的 它其实是在5月底 5月28号 29号的时候 它就开始跌 这8天以齐鸿来讲 跌掉了180块钱 双鸿 你自己看看双鸿 一样8天 跌掉了230 可是他们是因为 Computex开始前 开始往上拉 然后Computex到的时候 开始往下杀 我要跟各位讲是说 不管他们今天是不是列入 这个散热器 这个所谓的 次服器的散热模组 散热的供应商里面 它所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已经有人开始在做 AI的server跟PC的出货 为什么 看红基 我们来讲一下红基好了 之前 你看 这是5月27号 28 29 对不对 都是在Computex前面 跟你讲说 AIPC推出新产品 今年不会缺席AIPC的元年 对不对 AIPC我也跟你解释过了 AIPC就是在PC里面加一个NPU 又加了一些模组 又加了一些什么高速传输的晶片组 所以它让它能够产生 这个所谓AI server的功能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路行制也讲了 Computex每一家都在推AIPC 是不是 然后就是Corpirate在微软 结果Corpirate要降到AIPC身上 结果AIPC变得比较贵 然后意思就是说 这个比较贵的AIPC 消费者会不会买 这一定有问题 大家会去考虑这件事情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我也跟各位讲过 因为它强迫你去换机 因为你AIPC 大家都是AI 那你不得已 就是反正下半年开始 所有的PC都会慢慢地转到AIPC 它以后大概可能一般PC 可能你也找不到了 因为它势在必行 它就是要强迫你换 不然我前面丢那么多钱 在玩AI 我怎么可能不把它转价 那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消费者不买单 你品牌场怎么办 我只能降价 对不对 华硕 宏基 他们这些品牌场 他们只能降价 把中间的价差 吸收一半 那你消费者也吸收一半好了 本来可能想要全部加在消费者头上 可是因为竞争太多 它加不上去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股价上面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三天的时间大涨 然后花了八九天的时间 就回来原点 不是只有它 营业打也在往下走 营业打你看上去之后 你看震荡开始往下 AIPC华硕呢 华硕你看也是一样 跟宏基一样上去 开始回档 这个不是 这是刚开始而已 伟创 伟创品牌整理 你看它连 Computex它都不涨 对不对 广达有创新高 它也没有 如果我们今天这些都是站在AI浪头上的这些个股 它们现在都已经涨不动了 现在换到金融股跟营建股 还是说在航运股身上 这些其实都跟这一波真正的主流 真正的所谓推动美股创新高的 所谓的科技七巨头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些人并没有来台湾买土地 它也没有买厂房 它也没有买商办 那营建股怎么会涨 也没有跟台湾的银行贷款 对不对 更不要说我今天 要运送这个所谓的电脑元件 甚至于说光刻机 它不可能用航运 不可能用货柜轮去债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资金是转到了 不是主流上面的 这个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里的散热 前面这么热门 就是在十天前 十个交易日前的散热双红 事实上多热门 现在完全没人跟你讲 其中也一样 全部消音 然后放它一直跌 跌掉了多少 一百八 这是多少钱 十八万 这多少 二十三万 你各买一张你就 各买一张你就赔掉五块五十万 对不对 现在这个行情里面可怕在这里 可怕在哪里 可怕在说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你可能买了以后你没有去 可能你在忙还是干嘛 结果那个对账单拿过来看 还是电条你 还是你手机里面的那个 存意表拿出来看 哇怎么会这样子 对不对 大家说的这么好的散热怎么会 今天再跌五% 今天不是台股不是创新高 两万一千八 这个再跌接近八个percent 双红 早上看还有79万80万 现在只剩下73万 早上看还有80万 现在看只剩下73万 你晓不晓得现在买错股票 一天就可以差了这么大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很急着想要卖股票 市场上有很多人很急躁地想要卖 红基前面讲的多好 拉到60块钱 现在剩下50块 红基也这么大 300亿的股本的公司 几天的时间里面 几天的时间点里面 你就赔掉了10块钱 几天的时间里面 一张就赔1万 10张赔10万 Compute Tax 黄仁迅不是在讲说 感谢所有的供应商吗 那为什么这些AIPC他都不会动 伪创呢 特别更不要讲说 也很好笑的那个诈骗的讯息 也说找到第二档伪创 看得快笑死 那个题外话了 伪创现在剩下109 前面拉到130 结果一整个月都在115块混 现在回到109块 伪创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挥达概念股 对不对 更不要讲说 今天早上工业复联暴跌5% 鸿海做Server的 工业复联今天早上暴跌5% 在上海股市里面 他们那边的AI的概念股 也在暴跌 这代表什么意涵 这代表说 这边的资金已经在 大幅度的变动 你等到回答变成 一拆时的时候 卖压会先 应该是会先涨 然后卖压就出来了 从马乱了 你至少要乱一个月以上 更不要讲说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GB200 它在年底才会出来 你中间这个H100A100 是台湾在装 台湾装的这个超级电脑 是装的速度 比人家慢一年以上 人家大陆已经不装了 是不是台湾现在才要赶上去 当然台湾我们不是很喜欢 或者说我们没有肯在意 超级电脑这件事情 研究用的嘛 对不对 美国这边一直在做 对不对 做到后来 现在已经走到了下半年 开始它的server已经开始缓慢了 已经慢下来了 之前特斯拉说 应该说之前的马斯克 他说他要去买 回答的这个所谓的伺服器 结果是拿特斯拉的订单 把它转到X上面去 他把特斯拉的AI 搬到了X的AI上面去 等于是说他没有增加订单 他只是在搬家罢 搬订单罢了 什么概念 马斯克并没有要一直要加钱 去买新的伺服器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问题是说 你现在注意去看 如果我们今天 双红不是这种八天跌掉230 它不是这种跌法 它只是跟前面跌跌跌震荡 跟真正一样一直震荡 那没有问题 AI这里不会出现大事 但是它是瞬间跌下来 瞬间跌下来 它跌的过程里面 每一天都在出量 双红在出量 齐红在量增 我想双红我们来看一下 双红今天是量增的 它量是出来的 你量出来表示说 卖的人多买的人也多 这个不是79块 这是795 一张80万 齐红也是 他量能跟昨天一样 他每天都在出量 表示没有在止跌 今天完全的指数没有动作 是因为金融股大涨 外资跑进来买金融股 说这个是高殖利率 我听了只是想笑而已 因为我认真讲 外资才不管你什么殖利率 外资管的是价差 它今天拉上去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所谓的避险 外借券也好 提货也好 或者是说汇率也好 人家都做好做满避险 买的时候就避了 卖的时候它更会 他们现在就在等一个讯号 如果美国这边真的降息 它真的在9月份就说 我们可能会在8月9月 就会开始准备降息 我跟你讲那个 那个所谓经济数据一定有问题 什么意思 它有可能经济到一个层面的时候 突然掉下来 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在那个时间点坏消息就是坏消息 现在人都在讲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因为要降息 那叫经济软着陆 如果你今天经济是突然经济讯号断掉 往下沉的时候 那个就是硬着陆 到那个时间点 那个世界景气缩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我们这一波上去的景气 是来自于AI的server 表示AIserver的架构 到了一个顶点 可是你股价都在高档 我的AIserver架构突然慢慢走了 那我这个区块的景气就会缩 不光是只有台积电会缩 全部都要缩 你说的时候 你AI PC又跟不上去 那怎么办 不要说应该不要讲AI PC 应该是讲PC没有跟上去 怎么办 为什么说PC没有跟上去 PC本身因为中国库存还在高 所以今年全球PC销售量持平 它没有办法成长 因为中国大陆这边缺一块 缺一块 所以这边本身高价高位阶的这些个股 尤其是AI部分 它们都会做一个有效的修正 那它开始修正的时候 今天你的传产 你也不用跑 你也跑不掉 因为它们要跟着回来 因为我们的电子股占的成分太大 它会引动很多的连带效应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才看得到 为什么今天的金融股会拉 今天的金融股为什么动 银件股为什么会动 因为它们都在做最后的喷出段 我很不客气讲它最后的喷出段 因为它们这些上去之后 就是我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前面都很沉急 前面都很点点 现在开始 趁着市场在2万1的时候 赶快往上走 趁着你这个台积电 这个什么挥打 还没开始跌的时候 赶快往上拉 把空间拉出来 所以这里最好的方法是 你有办法 你有获利 你就尽量能够卖 你就卖 不要再把你的股价 套在高档上面去 因为从旗红跟双红上面 很明显 太明显 太明显 8天你就跌掉了180 你8天跌掉18万 800块来到620 这个是很大的跌幅 而且是一直下来 它连弹都不弹 一直跌 而且一天跌一点点 我说一天跌一点点 你说它没有打跌停 它都一天给你跌个2% 跌个3% 跌个2% 3% 慢慢的一直下来 这边它还没有跌停 因为跌停你就会怕 没有跌停你不会怕 怕的是你又跑进去买 哎呀回来这里也搞不好还会再拉 我告诉你它就不会再拉了 因为你这个伺服器的部分 我现在跟你讲 AI Server一旦稍微停顿了 它就会整体性全部一起停 这个部分我们回来再聊 为什么AI Server一停会全部一起停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失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我们刚刚聊到为什么AI Server 它如果停的时候 我所谓停是说 停止再次的扩建 因为所谓的伺服器资料中心 人家在建设的过程里面 它其实就一次大概要建个八 八个月到一年 一买就是买一个厂的量 那因为它已经架构了差不多的时候 它必须要实物上去把它放成训练 或者是说开始赚钱 网路上丢服务 那为什么说会戈然而止 因为它会造成一个现象 亚马逊投资 Meta也投资 微软也投资 那他们投资大部分都会差个几个月 或几个礼拜的时间点 好像决策下得很快 那突然它停掉 他们就会去思考 为什么你会停 你有疑虑 那我也停好了 那他也会停 他也会停 所谓停是说 他们有可能 有的时候他们会情愿 这个订单不要了 我不盖了 我赔你违约金 他们会这样干的 因为他们会计算说 我现在多花个五亿 我后面可以少赔一百亿 他就会这么做 他们真的会这样干 所以我才说 他们如果停止 瞬间停 那你的美国的经济的指标里面 所谓的失业率 或者是非农 或者是说PMI 就是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这些都会 数字都会很难看 如果说他突然停掉的时候就会 当然现在可能没有 应该是慢慢停 但是从一些个股上面 我们看得到 这个所谓的出货量 跟速度上面应该已经趋缓 就拿双红跟齐红来讲 他们已经跌了八天以上的时间 就跟昨天 这个红海有出量 今天红海量缩 今天又没有人放假 红海昨天12万张 现在只剩5万张 今天又不是美国人放假 没有啊 外资也没有放假 对不对 为什么AI的相关人突然全部都没有 而且在上阵的工业互联爆点 这个是及时的 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东西 就是AI的所谓的产业里面的部分里面 应该有部分 已经开始定单趋缓 所以投资人就 法人就卖股票就卖得很快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这里毕竟这是高档 所以他们速度会非常的快速 再来下半年没有什么太多的利多了 剩下就是挥达的筹码变乱掉 然后再来每一个服务的 服务的co-pirate也好 或者是chart GDP也好 就是像这样子 谷歌你看 Google的云端 对不对 chartfall gemini 对不对 还是这个所谓的co-pirate 对不对 缴一些钱就可以用了 是不是 这个才是趋势 对不对 所以大家AI PC大家会想很多 是不是 再加上你这边如果说大家都 网络上全部都充满了AI的服务 它最后会不会降价 我们今天虽然说要付到20到30 哪一天会不会只剩下10块钱 10块钱美金 5块钱美金 等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个时间点一旦发生 这个AI的server当场 我告诉你 它就当场泡沫化 因为网络服务 3C的服务 它的这个价格往下掉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苹果都大降价了 对不对 在中国大陆双B 保时捷 它也在降价促销 等于说你这个所谓的车子的部分 豪车的部分降价 服务的部分降价 对不对 你这个苹果也降价 你特斯拉也降价 你这些高价品全部在降价当中 你就会知道AI server 未来这个AI的服务 未来要怎么样跟消费者 算钱 未来要怎么跟消费者 拿这个服务费 这个都是问题 反正你等一下 今天看不到 廉价钱一定看不到 一定是廉价后下个礼拜二 完全就会反应出来 因为消息会越来越多 今天晚上跟下个礼拜一 美国的开市 挥达了筹码混乱 这些都会一连串的一直往下走 我们刚才拭目以待 因为我觉得以这个宏基来讲的话 60到50 这个就表示说整个AI的产业 整个3C的产业里面 出现了一些危机 不然人家怎么会卖 对不对 双宏 讲得这么好了 为什么会卖 其宏也一样的道理 这个都是指标股 这个绝对都是指标股 跟别人讲说这些 世新艾普跟普瑞 他们是OK的 因为他们的股价很低 你看看世新 在这里震荡 他也没上到哪里去 对不对 普瑞今天你看 震荡 是不是 艾普也是震荡 但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出手 因为我们这里的 真正我们的大盘欠一个有效修正 等到这个修正下来之后 大家有点吓到 资金退场了 有些人自然就会去买这些个股 这些股票自然就会有人进场 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再来考虑 现在目前在打底 就给它打底 不然到时候下去的时候 大家一起划 那就搞不完了 玉树各位 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